事實上在新竹棒球場那個事件當中 其實事實上在開幕前兩天 職棒球員工會就提出一個報告說 那個球場還有問題 但是當時為了要給蔡英文總統剪裁 還要為了要護航那個 論文抄襲的林志堅 他們還是硬是把新竹棒球場開幕 結果這個花了12億的棒球場 還是讓球員受傷 但是作為中華職棒聯盟總會長的蔡其昌 他其實他從事情發生到現在神隱 好像這不干他的事 其實在當時他是應該要負最大責任 因為他讓一個不合格的球場 硬是開幕 那今天我們在這個地方 其實真正這是一個在野聯合對抗新潮流 最重要的一個歷史 新潮流是這樣 我每次講說新潮流 新威權新黨國 他們對國家的傷害實在是太大了 包括那個光電的事件你知道 其實用嘗試想也知道 賴靜林一個人怎麼可能 兼19家光電公司的董事長 如果他真的這麼理直氣壯 他為什麼一被提到馬上就趕快辭職 為什麼他的女兒賴品瑜 要到處跑給記者追 所以這也是心裡有鬼 但是這樣啦 我每次講說痛苦都會過去 你知道 美麗會留下 我們面對這種 這種正商勾結的 終究要讓他進入歷史